有二种菩萨 菩萨生有两种 第一种叫结业肉身 什么叫结业肉身呢 结就是烦恼 我们有烦恼而造业 获业苦 有烦恼造业而感得肉身 这个叫做结业肉身 也就是生死肉身 但是得到无生法人以上的菩萨 因为他烦恼断尽了 不再受后有 可是得无生法人以上的菩萨 他因为有慈悲心 可以用习气来感得法性生生 就是法身 法身的菩萨 这个法身菩萨 他就自有自在化身 能够自有自在的化身 所以这里所说的菩萨得无量清净至 这样的菩萨并不是在 欲界色界 无色界中 他还有烦恼或者业 感得的结业肉身 已经不是了 他们是得到法身自在 过老并死 他能够自有自在化身了 像我们现在的地藏菩萨 或者文书菩萨 普贤菩萨 观音菩萨等等 这个都是法身 这样的法身菩萨 怜悯众生固在世界中行 为庄园佛土教化众生 这就是沿土熟生 他们以得自在 欲成佛能成 就是在对我们一般触发性的菩萨来讲 他们已经很高位的菩萨了 外人又问 如法身菩萨 则与佛无异 照理这么说 那法身菩萨又能够自在化身 他又能够沿土熟生 那跟佛有什么差别呢 如果跟佛没有差别的话 那为什么他还名为菩萨呢 为什么他还要理尽诸佛 还要听佛说法呢 那么如果说 这个法身菩萨与佛有所不同 那么为什么他有无量清净智呢 论主回答 这菩萨虽然是法身菩萨 没有老病死 跟佛差不多了 但是还是有微妙的不同 譬如月十四日 众人生疑 若满若不满 若没有看智力 有时候光看月亮 十四跟十五好像差不了多少 菩萨如是 虽能做佛能说法 然为实成佛 还不是就差这么一点点 佛呢就像月十五日已经圆满 满足无疑 再来 我们先看这个标题 菩萨的无量智 之所以称它为无量智呢 主要是针对天人跟二圣来说 它是无量 针对天人跟二圣来讲 菩萨境界高 了解得比较深广 所以对他们来说 菩萨是无量智 可是对诸佛来讲 那就有量了 所以父次 无量清净有二种 一者实有量 它其实是有限量的 云不能量者 为之无量 因为不容易去度量它 例如海水 或者恒河沙 恒河沙很多啊 一般的人 那你要量到什么时候呢 对不对 像这样的人不能量 名为无量 可是诸佛菩萨 他智慧深测 他其实能够了解 对诸佛菩萨来讲 海水或恒河沙 他能够了知 会为无量 菩萨无量清净之 也是如此 于诸天人 及身闻弼之佛 所不能量 所以菩萨 对他们来说 他是得无量智 菩萨得无声道使 诸解使断固 就得到无声法恩的时候 见或修或 通通断尽 从这个意义来说 他是得清净之 所以我们的标题说 无量清净之 所以这里有提到 一个解释无量 一个解释清净 无量是针对 天人二生来说 清净 那是得到无声法恩 见或修或都断了 那才叫清净 好 再来 那外人又问 如果你得无声法恩的时候 已经断了所有的见或修或 所有的烦恼 那成佛的时候 你还有什么好断的吗 论主回答 这清净有两种 一个是得佛的时候 除解都尽 得十清净 这里所谓的除解 从其他文艺来看 主要是成佛的时候 除了烦恼禁以外 习气也禁 习气 习气就像说一个瓶子 比如说本来装酱油的 把它洗干净 可是还有酱油味道 还有酱油的味道 那如果酒瓶的话 它还有酒味 像这样的 那就是习气 成佛的时候烦恼断尽 习气也断尽 那是真实的清净 对菩萨来讲的清净 是菩萨舍肉身 得法性生身的时候 断见或修或的清净 譬如一灯能除暗 得有所作 比如说一盏很小很小的灯 那一照 那可以看得到 可是更有大灯 更加的明了 佛及菩萨所断的烦恼 也是如此 菩萨所断 虽然已断 可是对佛来说 还没有断干净 菩萨慢慢来断习气 到佛的时候 才把习气全部断干净 都不一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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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